Hello, alle zusammen, herzlich willkommen zu unserem Deutschkurs. 本单元当中还没有处理过的一些练习跟测试部分。 好,那么因为之前的文章跟写作,或者说口语,或者说grammatik,语法模块呢, 其实整个题目都已经给大家讲的差不多了, 所以这节课呢,我们剩下的题目其实只有两道题目,先来看一下。 Essens, diese Nummer und Paraphrasen können lernen. Paraaphrasen这个单词呢,是我之前一直提过的,有一段时间没有提到了。 同学们需要掌握一些同意词跟同意短语的表达,要认识一下。 那这些同意词跟同意短语呢,主要是根据我们之前的阅读理解当中, 延伸出来的一些固定搭配跟表达。 那么它的一些其他的相似的表达,怎么去解释它呢? 还有哪些,OK? 好,主要都是跟本单元的词汇相关的一些练习。 第二道题目呢,依然是一个umformulierung, 其实还是一个词汇的转换练习。 那么同学们需要掌握的是,怎么去变换一些方式, 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建议、猜测、愿望, 以及说明理由,这些方式等等,OK? 好,主要是一些改写方式。 好,那么可以看出来,今天的练习呢,一共就只有两个。 那么两道题目,我们最根本的要掌握的学习的目的呢, Lernziele,这是一个umschreiben的能力, 词汇改写跟句子改写的能力。 好,这也是整个B1阶段要强调的一个同学们的德语表达能力。 那 gut, und jetzt öffnen Sie bitte das Buch auf Seite 228. 好,翻到书本的这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前面的unstick, 记得课堂引入部分。 那这个unstick,我为什么要放到今天这节课才做呢? 在前面的阅读理解部分并没有讲呢? 首先呢,是因为这个练习的难度, 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一定需要同学们先去阅读文章之后, 有一定的积累之后, 有一定的理解力之后, 再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这样才比较好啊, 符合同学们的这样的一个消化学习的效果。 那么这个练习当中的句子呢, 基本上都是出于文章当中的一些原句, 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的要求。 OK, ein Stück. 好,那么请换种方式表示下列的句子, 并且呢, 请使用给出的单词来替换句子当中的粗体部分, 把这些词汇替换掉。 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句子, 那么这些句子当中呢, 文章当中都有一定的单词跟短语都被加粗了, 那同学们需要用括号当中给出的这个词汇去替换。 这个练习呢, 其实就像同学们一直在做的每个阅读理解后面的, 做的Voltshatsubon是一样的, 如果大家前面的练习都有去认真做的话, 那么我相信, 句子本身的改写对于大家来说应该不是特别的难。 所以今天这几个句子的难点呢, 在于他们的理解啊, 这个句子的意思你要理解。 好的,那么这些句子呢, 首先请同学们花一点时间, 自己尝试着一下去看懂它, 然后呢,再改写一下。 OK,待会儿来看Claudia的讲解。 那说Fertig? OK,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句子啊, 它改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理解方面的困难呢? 有些句子基本上都是我们文章当中出现过的句子, 它原来是这么理解的。 OK,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说一句话, 你外国企业的这个数量明显增加了 OK,大大增加了 数字非常可观的变化了 好,那么需要改写的呢 用的是括号当中的 Dear Bestand 这个单词呢 它本身有这种 Dear Full Heart 有这种库存 一般现在我们会去商场买衣服的时候 你问演艺员 这件衣服还有没有库存啊 这件衣服还有吗 他可能会说 我去检查一下我的这个 Bestand 这件衣服的库存 它的存量 但在这道题目当中呢 大家就可以把这个 Der Bestand 简单理解为 Die Gesamtzahl Oder Die Zahl Die Anzahl Und so weiter OK,数量就可以了 另外呢 这句话改写的时候 要注意 Der Bestand an etwas 就是某个东西的数量 OK,所以这句话呢 正确的改写方式 要注意这次运用 Also Der Bestand an den ausländischen Betrieben ist in den letzten Jahren beachtlich gewachsen Next, Satz B 第二句话 Die Vorurteile gegen Migranten sind weit verbreitet 好,那么 Vorurteile gegen jemanden 对移民的偏见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非常流行 或者说 非常流行 分布很广 这种意思 好,要替换的单词呢 是括号当中 使用 Die Abneigung 这个单词大家认识吗 它表示反感 比如说 Die Abneigung gegen jemanden zum Beispiel Die Abneigung gegen jemanden 对某人的反感 我们同样可以用 Gegen 接个四格 就可以了 OK 好,那么既然已经讲到这个名词 Die Abneigung 那么给大家补充一下它的反译词 接一个 zu就可以了 经常 ab und zu 就是一个反译词的构词法 对吧 比如说 增加跟减少 所以呢 它的反译词是 Die Abneigung Die Abneigung gegen jemanden 是对某人的好感 比如说 你对某个女孩子 有好感 就可以说 Die Abneigung gegen jemanden em feeling 我感觉到 我对她有好感 我感觉 我发现 我对她有好感 这种意思 好,知道名界搭配的用法之后呢 大家这句话 就可以改正确了 所以刚刚改的句子 是不是改错了呢 这句话 正确的改写方式呢 应该是 Die Abneigung gegen migranten is weit verbreitet OK 因为呢 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Abneigung 这个单词呢 通常用单数 它的复述形式 基本上不用 所以呢 对某人的偏见 你用单数形式 就可以了 系统词用 ist 下面一句话 来看一下 Das Klischee von Ausländern dass in erste Linie Arbeitnehmer sind muss geändert werden 好 Das Klischee 这个单词呢 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它的本意呢 翻译成中文 其实这个理解 比较没那么准确啊 我们说它是 成词滥调 老生常谈的东西 其实呢 在这里就可以理解为 For what type的 是这样的一种偏见 所以呢 对外国人的这种偏见 这种老套的看法呢 这个看法是必须要改变的 OK 好 那么改写的时候呢 要替换这个 Klischee 用括号当中的 Be it 那么这两个单词呢 应该比较好理解啊 Be it 不再是我们之前说的 实打实的看到的这种 图片 图画 在这里呢 还是一种印象 或者说观念 这种看法 有这样的意思 另外 in erste Linie 首先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偏见 那么这句话呢 改写完之后 就变成 这种看法 是要被改变的 好 那么这道题目呢 Claudia先拿前面的三句话 给大家做一个 给大家做几个示范 我用前面的 好 先来看一下 前三句话 可以怎么改 好 那么前面三句话呢 是Claudia 给大家做的一个示范 你在改写的时候呢 要这样去思考 这个名词 或者说这个短语 它搭配 什么样的借词使用 我怎么去改写 才是一个正确的 符合德语语法的 这样的一个句子 OK 好 那么剩下的句子 请同学们自己去完成 Machen Sie diese Übung weiter OK 那 schon gut 好 同学们改写完之后呢 可以跟着Claudia一起 继续往下看 剩下的这几句话 你有没有按照 刚刚Claudia 教给大家的方式 正确的去改写呢 表示对某式的参与度 或者呢 它有这种事业心 责任心的意思 比如说Engagiert sein 有这种参与的意思 好 所以呢 原句的意思呢 大致的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因为有的句子翻译成中文 会稍微有点奇怪 比如说外国人对创办公司 这种参与度呢 这种参与度呢 应该受到人们的支持 OK 好 那么要替换使用的是 Claudia当中的 Eigeninitiativa Eigeninitiativa 表示自主行动 Initiativa 有这种行动 事件的意思 所以进行某式的这种 自主行动 我们可以接一个 借词做 OK 所以呢 这个句子就可以改写了 变成 Debeitrag Debeiträge Zu Etwas 对某式的贡献 它的动词形式呢 也要知道 Zu Etwas Beitragen 一个可分动词 Trägt zu Etwas bei 这样用 好 那么这句话当中呢 不需要我们用它的动词形式 去感谢 另外呢 这句话当中 最后要替换的这个动词 你要认识 是一个不可分动词 Etwas übersehen Das bedeutet Etwas ignorieren OK 表示忽视 忽略什么 所以呢 人们不应该忽视 外国人对德国经济 做出的贡献 这是不可以 Übersend 好 那么句子呢 就可以感谢称 Man sollte Beiträge der Ausländer zur deutschen Wirtschaft nicht ignorieren OK OK nicht schwer OK 不是很难 Next satz F Das neue Projekt kann ohne weiteres Investoren finden 好 首先呢 这句话当中 标出的 Investoren 这个单词呢 大家英语都学过啊 跟英语长得也应该很像 表示投资者 Der Investor Die Investoren Und Investor bedeutet auch Geldgeber 所以呢 它的同一词形式呢 其实就是括号当中 给出的这个名词 表示出资者 投资者 有这样的意思 OK 那么关于这两个名词呢 我要解释一下的就是 他们俩之间的一些细微的区别 一般性呢 我们在商业 经济上呢 用投资商 投资者 用Investoren 会用Investor 会用的更多 那么后面的 Geldgeber 这个单词呢 它表示出资者 这个意思呢 会更广 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投资 比如说 大学学业上的投资 体现在给大学生 提供奖学金 提供Stipendium 这也是一种投资 出资 帮助 资助 这种意思 所以这里呢 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刚刚说过的 奖学金 我们刚刚说过的奖学金 我们可以说 This Stipendium The Stipendium OK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引申一下 大家可以认识另外一个单词 在得福考试当中 经常会遇到 跟一些校园有关的话题 所以奖学金 获得者 获得的这个人 它叫什么呢 叫 The Stipendiat The Stipendiat The Stipendiat OK 这个就是奖学金 获得者 很明显是人嘛 The Art结尾 非常的典型啊 好 那么再往下走一步 那提供给大学生 奖学金的人 或者机构 这个投资者 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 Gategiver OK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不太好说是 Investor 因为这个特质 商业上 这种Project 好 所以Gategiver 这个单词 我要重点提醒一下 同学们 在得福考试当中呢 经常会出现 跟大学学业相关的 一个内容 OK 同学们要了解一下 好 那么回到刚刚的句子上 句子当中 还出现了 另外一个表达 Une Vaites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Das bedeutet Une Vaites 看到我给的解释啊 大家还是看不懂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形式 分开的 或者合在一起的 注意拼写 那么这两个呢 它表示一样的意思 都表示 毫不费力的 或者毫不犹豫的 所以有这样的意思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很好理解 Zo Zum Beispiel Das Geschäft hat die Friedenhafte Ware 和Une Vaites 投资者 这种意思 那 gut Next Zatzke Die Ausländische Firma sichert 50 Einkommen 这句话 它应该非常的熟悉 我们之前讲过的 那么这里的 50 Einkommen sichern Das bedeutet 50 Arbeitsplätze bieten 其实呢 这个原句会比较抽象一点啊 所以呢 这些句子 其实都是出自原文当中 德国人在书写的时候 他也会运用一定的 这种metapher 有这种比喻的概念啊 或者这种 不是非常浅显易懂的句子 这也涉及到一定的隐身意 所以呢 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替换的表达 才能更好去理解它 所以这句话呢 指的其实就是 提供50份工作岗位 OK 所以呢 正确的改写方式 应该是 这句话呢 也是我们当时 文章当中 是这个单元的 Text D 那篇听力当中的 当时呢 听力当中用的 其实是 Existenz Aufgebaut 用的是 Aufbauen 建立自己的这种 经济生存的基础 OK 这句话呢 我们字面的原句 就不去翻译了 因为翻译起来 会比较奇怪 大家看懂这句话 好 那么这里的 这句话呢 他移民来到德国 五年之后呢 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Next Z 下面一句话 Die Ausländischen Firmen haben zusätzlich noch Schwierigkeiten mit der Deutschen Bürokratie 这句话呢 也是我们当时 文章当中的原句 记得 Der Deutsche Bürokratie 这是一个三格的形式 Die Bürokratie 指的呢 就是德国的这种 官僚制度啊 官僚作风啊 等等等等 Das bedeutet nämlich verschiedene Formalitäten bei deutschen Behörden OK 其实呢 这个官僚制度啊 官僚主义呢 指的就是 主要指的是 德国的官方 特别是德国的 政府机构 在办理各种 不同的手续流程上的 这种呢 都是指 Bürokratie OK 程序比较慢了 好 那么另外一个 固定搭配呢 Schwierigkeiten mit etwas haben 这个大家应该要熟悉 在什么方面 有困难 遇到困难 OK 那么这句话呢 我们就可以改写成 Die ausländischen Firmen haben zusätzlich noch schwierigkeiten mit verschiedenen Formalitäten bei deutschen Behörden 外其呢 另外还会在 德国政府机构 办理各种手续的时候呢 遇到困难 他们会遇到 这个政府的 这种官僚 作风上的一些困难 所以呢 圆句 大家可以 好好地去读两遍 这个是比较抽象一些的 需要大家理解 好 下面一句 这句话呢 一个基本的表达 首先 是某物对于某人而言 是可接近的 或者可获得的 本来呢 它的名字形是 de zu gan 表示入口 进口 大门 这种意思 那么这句话呢 我们要运用 括号当中的 zu gan zu etwas haben 有进入某个地方 或者接触某件事情的途径 这种入口 这种意思 相当于可以获得什么 OK 好 那么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改写成 auch die Kinder der Ausländer haben heute zu gan zur Hochschule Behörden in Deutschland 相当于现在 如今呢 外国的孩子们 也可以在德国 接受 获得高效的教育 OK 好 那么句子当中 本来三个的这个人 直接改写成 句子的主语 OK zu gan zu etwas haben 好 那么 好 下面最后一句话 satzka die Migraten Ausländer sollten auch als Bürger an Erkannt werden 好 那么句子当中呢 使用到的是一个 带有形态动词 sorden 以及它的过去是 sorten 叫做一个被动态 sorten an Erkannt werden 雄的动词是 atvers an Erkanen 承认什么东西 所以这里呢 我们只要认识 an Erkannt werden 受到承认 受到认可 desperate die Anerkennung verdienen OK 一样的运用主动态 那么运用的是 它的名词形式 表示获得认可 所以呢 两句话 改写前跟改写后 虽然句子的语态 一个是被动态 一个是主动态 那么它的主语呢 还是保持不变 就改写成 Die Mikheten Ausländer verdienen auch als Bürger die Anerkennung OK 已经移民的 这些外国人呢 应该作为公民 同样可以受到认可 或者获得认可 那么这是我们 今天这些课的 第一个 umschreibung 第一个这种 sinnonumer oder paar fassen 同一词 或者同一短语的 改写的训练 好 那么通过这个练习呢 依然是巩固一下 首先是我们之前 文章当中 其实已经提到过 这些短语的表达 而且呢 我在文章当中 也是给大家解释过的 所以我希望 这套题目 大家做起来 不是特别难理解 另外呢 这套题目当中 我要强调的两点 第一点是 这些句子呢 我希望同学们 可以多去读几遍 特别是改写前的 这个原句 题目当中 给出的这些句子 大家可以多去读几遍 德语的表达 不要先试着 把它翻译成中文 因为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很难找到 中文上的这个词汇的 entsprechung 很难有对应的词汇 去解释它 比如说什么叫 建立自己的经济生存 对吧 我之前是这么翻译的 但这样的话 会很奇怪 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其实就指 建立自己的公司 所以这些句子呢 我希望同学们 可以把原句 跟改写好的句子 多去读几遍 然后培养一下 自己的这种 从德语到德语的能力 OK 得得解释 好 那么第二点呢 我要强调的就是 在整个练习当中 出现的这些 我教过大家的一些 人界表达 跟动界表达 这种固定搭配 一定要去记住它 既然已经讲过了 比如说 对某人反感 你可以说 对某人存在偏见 对不对 或者你也可以用 我们今天新学到的 这个单词 反感某人 好 那么就是这个练习当中 出现的一些词汇 大家要去收集 去记忆 去巩固 好的 那么今天这节课的最后呢 我们将要完成的是 整个单元末尾的一个 test部分 测试部分 翻到书本的这一页 就是整个单元的最后一页 那么今天的这个练习呢 比较特殊 不再是前面的这种 text erfüllen 填写文章的形式 这个题目的要求呢 是 还是要求你 将下来的句子 换种表达 换种表达 来改写一下 包括书本 236页的句子 好 那么这个题目呢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要训练的呢 是五种 包括表达观点 表达建议 表示猜测 或者说表达愿望 或者说说明理由 这五个部分的句型 那除了书本上 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句子 还可以运用哪些方式 表达这五层意思呢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书本上的五句话 这五句话是什么 先来看一下 这也是我们之前文章当中的原句 用的是 注意用的动词是 meinen etwas meinen 直接可以接一个 冰语从句来表示 我的观点是什么 我认为 德国拥有世界上 最好 最棒的这种 宪法制度之一 好 这是第一个 表示观点 next Zeitswei Vorschlag Die Ausländer sollten sich aktiv in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integrieren 这句话呢 使用的是一个 第二虚拟诗 用了solen的 第二虚拟诗 sorten 它表示一种 委婉的建议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中文当中 会把它翻译成 应该怎么怎么样 这种应该呢 指的就是一种建议 对不对 医生希望你 应该做什么 少吸烟 多运动 等等等等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之前讲过的 sich in etwas integrieren 融入什么地方 相当于 sich eingliedern 还记得吗 融入某个国家 某个社会 外国人应该 或者外国人要 主动的融入 德国的社会 这是一个 Forschlag OK 这是一个Forschlag 是一个建议 对不对 这句话呢 用的是一个 副词 是一种意思 那凭借德国高校的 成绩单 人们或许可以 在找工作的时候 有更好的机会 OK 好 这第三部分 表示 vermutern next tide wunch 表示愿望 Ich will oder Ich möchte eine gute Zukunft haben 这句话太简单了 用wollen odermöchten 都可以表示 愿望 一个呢 偏向于计划 打算 一个呢 偏向于 比较简单的 我想要什么 单纯的 想要什么 好 那么我想拥有一个 美好的未来 OK 这是一个 wunch 最后一部分 tide begründung 表示说明理由 表示论证的 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 also Ich werde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den die Ausbildungskvalität der deutschen hochschulen is sehr hoch OK ganz einfach 这句话 未免也太简单了吧 他只用了一个 den 它可以表示 begründung 那我们之前这么多单元 复习过 讲解过的 这么多的 表示 causale connectoren 表示原因意义的 连接词 是不是都可以用进来呢 大家还记得吗 随便一写 就可以写个 两三个句子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 随便写 随便写 都可以写出 两三个句子 我会在德国上大学 因为德国高校的 教育质量呢 是非常高的 OK den 好 那么这道题目呢 书上给出了句子 就这些 都举了一个例子 那么下面呢 同学们需要做的就是 如何去把这些句子 再用其他的方式 转换一下 用更丰富的方式 表达一下 比如说怎么去表示 Eich meiner 我的观点是什么 这个练习呢 其实还是一个 复习的练习 我相信我们之前 学过的这么多 论证 议论的过程当中 Hitermeter 有这么多 那这道题目 应该不难完成 包括第二个部分 怎么样去表示 建议 你要干什么 你应该干什么 或者做什么事情 是对你有好处的 对不对 都可以用一个第二虚拟诗 以及第三部分表示 以及第三部分表示 除了 还有哪些表达呢 第四部分表示 我想要什么 我有什么样的愿望 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表示 我想要什么 我有什么样的愿望 除了用 还可以用什么样的动词 表示 我希望 我有愿望 我想要什么 我有愿望 我想要什么 OK 以及最后一道题 不用说了 好 那么请同学们 花一点时间 自己去发散一下 想一下 你可以写出的一些 其他的句型 有什么 可以写在书上 也可以写在笔记本 或者草稿纸上 那 sehr gut schon fertig 好 这个练习应该不是特别的难 我们简单来过一下 那么 对于第一个部分 表示 minor 表示观点 我认为什么 那么这里呢 我们根据原句 我们就使用 我认为 我的角度 那相似的句型呢 你还可以说 我从beispiel meine Meinung nach oder Meine Meinung ist das oder Ich bin der Meinung das Ich finde das oder Meines Erachtens oder Meines Erachtens 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固定搭配 一个二个的表达 OK 所有的这些呢 都可以表示 我认为 好 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表示Forschlag 可以用的是 Ich schlage jemandem vor etwas zu tun 我建议 oder Ich schlage vor das Meine Vorschlag ist das Die Ausländer könnten etwas machen oder Es wäre gut wenn blablabla OK 那么这个呢 还是从我的角度 我建议 可以用 Vorschlagen 名字形式 动词形式 都可以用 或者呢 再表示 委婉的建议 我们其实也可以用 除了sorten 还可以用 Quinten Quinten的第二虚拟词 也可以表 委婉的建议 最后呢 是一个 最后呢 可以运用一个 非现实的条件句 我们之前也是学过的 Es wäre gut wenn 一个win从句 在这里呢 表示非现实的条件句 Wer 前面用一个第二虚拟词 所以呢 win从句当中 自己在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win从句当中的动词 或者助动词 同样要运用第二虚拟词 OK 不记得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之前学过的 非现实条件句的语法使用 好 那么第三部分 表示vermutern 表示猜测 除了washanich 还可以说 Ich vermute das 或者 meine vermute ist das Ich glaube das OK 这几个都是非常简单的 第四部分 表示 我想要什么 我的愿望 Ich wünsche mir etwas 或者 mein wunsch ist das oder ich hätte gern etwas OK 也是比较基础的 最后一个部分 begründung 表示论证 说明的 weil wegen deshalb wurde aus diesem könnt 好 这边呢 先举这些 所以呢 相似的表达 其实有非常的多 那如果你自己想出来的 跟我写的不太一样的 如果是正确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 那么在这里呢 Claudia给大家提供的 这些非常基本的 是大家一定要掌握的 并且这些表达呢 不应该是大家 还在通过作业的形式 产出的 这些表达呢 都应该是大家 在口语的过程当中 说的时候 可以去很灵活的 运用的一些表达 一些句型 好的 那么根据Claudia 刚刚给大家提供的 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呢 请同学们将 刚刚书本上 出现的五句话 用不同的改写方式 再将它补充完整 自己可以书写一下 那能力好的同学呢 也可以对着屏幕 对着题目 直接把它说出来 OK 后面呢 会有正确的答案 供大家参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